有许多伤患被送到台北市医院救治 台北市长柯文哲今天就拿过去的急诊经验表示 接下来几天是烧烫伤者的关键期 而柯文哲也观察到双北市的救援系统整合得不够好 才会出现有伤患陆续转整的情形 那未来他也说会对此提出检讨 市长为我们颁发感谢状 颁发感谢状 台北市长柯文哲感谢企业赞助低收入户买电脑 缩短数位落差 不过柯文哲说这几天最关心的 还是八仙陈报意外的伤患情况 拿过去医师经验呼吁医疗院所先帮陈报伤患动手术 因为接下来三天可是关键期 不过柯文哲对双北市的医疗团队很有信心 在医疗体系上面大家不用担心 因为这个还在台北市台北双北的这个医疗医疗体系的承受范围里还没问题 双北救护系统也互通有无 爆炸发生当晚即刻下令台北市救护团队全力支援新北市 不过柯文哲事后观察认为双北救护系统还要进一步整合 比如说在救护车有新北市跟台北市都跑到南去 可是在载病人要 这个病人要载进哪一家医院 好问题 这个就没有整合了 就很清楚就直接送到该医疗医院就会出现今天这个局面 因为陆陆续续这几天就有病人再从其他的医院再转到台南医院去 这表示不是第一瞬间就送到该医的医院 虽然这次意外主要发生在新北市 但过去身为医师 科市长关注医疗救护体系跟伤患情形 没有区域界限 有点TV无常看 邱军燕台北报道